据法新社22号报道 位于巴黎东南面 科尔贝·埃索纳的法兰西岛南部医学中心 在上个周末遭到黑客攻击 医院多个信息服务系统瘫痪 据院方介绍 这次攻击导致医院所有的业务软件 存储系统和病人入院信息系统 暂时无法访问 但医院大楼的运作和安全并未受到影响 21号 法兰西岛南部医学中心 启动紧急状态下的白色计划 医疗技术服务在短期内 以降级模式展开 以确保各项工作得以维持 医生靠手写等应急手段工作 极为重患者被转移到 法兰西岛大区的其他公立医院 事件发生后 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立即启动了调查 据警方称 黑客攻击后 用英语提出了1000万美元的赎金要求 据报道 最近两年 法国医院频频成为黑客勒索赎金的对象 法国政府为此专门投入资金 加强卫生体系网络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